阿布寬和李辛杰上演七枚爱情故事 以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 逃出马来西亚战俘赢了李辛杰 爱上日本原艺师阿布寬 两人的对手戏几乎都用英文对话 可让李辛杰吃足苦头 对我第一次 因为我觉得我的英文不是很好的 我是很努力在学英文 但是还没有到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遇到这个剧本 而且这个剧本因为讲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 他们的那个英文上了一些成 所以他们的英文比较难 身为马来西亚女性的李辛杰 首度用英文演戏 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了解剧本的台词 更不用说日本男性阿布宽了 因为有语言隔阂 在片场几乎和李辛杰没互动 我没有时间磨合 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拍了 嗯 对 但是 嗯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 所以一点都不影响我们两个人的演出 距离上一次角逐金马影后 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 李辛杰再度入围 花了整整一个月看完原著小说 和导演见面讨论后才答应演出 我是导演我不看回放的 我都交给你了 除非你觉得有问题我在看 真实的人生里面 你是不可能看自己的回放的 嗯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只要 很凝聚的在我自己的状态里面 我的角色里面 我觉得 我的心里的感觉就够了 我不需要看回放 李辛杰相隔四年主演的电影 由马来西亚和台湾团队跨国合作 一举入围 金马奇想大奖势不可挡 也让人期待李辛杰和阿布宽 在大荧幕上 互标演技 记得被信用转发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